我剛才看到後面足跡的經歷 1987年 我小八十年來幸福 我自動的不是很幸福人 因為我這一輩子住最久的就是在幸福 足跡雖然是清大畢業 說我是名義上的老師 但是如果從社會運動的影光來講 他是我的老師 因為我是幼稚園畢生 我想我們常講說 一個人尤其是要為公共事務做事情 大概基本上我們常常講說 要為鄉主做事情 那鄉是什麼 鄉是什麼 可是我們看從1987年 蘇姬他為了這塊土地 我們在土地裡面除了土壤以外 由土地所拚禮出來的 他們人文的景觀 包含他的執筆 當然最重要的是什麼 那我們在想說 族群他在整個環保運動裡面 他對於定義一個人的社會裡面 需要的水 空氣 他的這個不要講的土壤 這幾個最重要的元素 在他過去同時這個 社會運動的過程裡面 他都放出了那麼大的心理 那這樣的一個人 對這個鄉土這麼深刻 他而且是身體力行的人 他絕對成了什麼事 能夠為鄉土做事 從這個出發來講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說 既然連土 連空氣 連水 連子坯 都這麼努力去愛護的人 我相信有這樣的一個土地 我運作人生 他當然不必 特別愛護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來這個地方 除了說我們過去的心理以外 我不講的 因為剛才有講說 在過去裡面 我雖然是右肩的學生 跟著足跡去室內 也做了幾件簡單的事情 不像他真的是 如果我是把他肯定秀出來 發生瘋瘋瘋瘋瘋的 那我只能說 站在我現在目前的香話裡面 他是絕對值得欣賞的 那接下來一件事情說 這麼好的人才 剛才市長也講的就有點好 怎麼樣讓我們南區的公民 我們的社會 能夠有這樣的人才 能夠幫我們做事情 這件事情我覺得實踐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這個 劉均佳佳佳講說 這個教授雖然可能好張嘴 不過經過這段時間 因為我雖然是右肩的學生 慢慢的學習 我覺得還是多少少 應該還是有其中一點 做我自己中心的期待 在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到11月其實日子不長 不過我們一定要有信心 我們有信心 你要知道說從事過去 你就花千年以來 做這些事情實際上是大的勇氣 熟絕的勇氣 這個勇氣是帶著我們到這個勇氣 所以這個勇氣要撐著我們 在未來幾個月的時間裡面 我們一定要堅持這個信念 我們要想辦法 這樣我們也許沒有什麼經驗 但是我覺得 我相信我們跟很多人學習 但我們願意 願意拿著我們也許要做 教授大學做研究 有點好 用研究的精神 想辦法來突破 來突破 剛才也講了很多政治的性質 可是我們要解到 現在的社會是要翻轉的 政黨其實是多大負面的 負面的力量應該走在前面 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一個勢引 來往前進 台灣才往前走 所以我在這裡 跟很多我們的朋友在這個地方 我自己也很高興 也為你感到高興 我相信未來的這個時間裡面 共同努力 一定想辦法這麼優秀的人才 送到新竹市議會 謝謝